东河乡农会超市因为来客数不多 一年前与全家便利商店一夜结盟 成功的吸引年轻族群和一般游客 业绩成长来客数也增加了 不只服务在地也要争取观光客的商机 以往农会超市以服务在地相亲 商品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 但是现在消费方式的改变让来客数大减 东河乡农会一年前与全家便利商店一夜结盟 要给附近军民新的气象 也吸引一般游客走入农会超市 东河乡农会加盟全家是去年的7月11号开幕 那在今年的7月15号我们也有办了周年庆的活动 然后在这一年间我们从之前的购物中心 转换成转型跟加盟全家 站在我们农会的立场 就是以我们之前的购物中心来讲 它是比较讲白一点就是不赚钱 但是我们加盟了全家以后 对我们像今年度来看的话 是整体的收益都有增加的趋势 那也希望说未来会更好 然后跟全家 以台东县的话我们是农会的话是第一家 所以是希望我们能朝着更好的方向下去走 除了一般超商都有提供的服务 还设有在地农特产品展售专区 除了东河的梅子香丁酵素 也有在地文创业者的手工皂等 明亮的空间让在地农产卖得更好 记者廖婷娟东河乡报道